所以,一般来说 善缘在尘网中的羁绊力量不是很强 主要的羁绊都来自孽缘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应把消孽障放在首位 当成首要任务来抓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只要缘未了 那么这份牵扯就摆脱不掉 就不能得到解脱 师父还说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成缘未了一说 既然未了,就还要转世,重新再投胎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心灵法门真的是灵验无比 我是新童修 我来分享一下 最近出去外省旅游几天 咳嗽感冒了 回来吃了点止咳药水 回家的第三天早上 我突然腰疼 当时疼得好厉害呀 当时在十秒钟内 我喊了观世音菩萨救救我 然后我说我马上送小房子 当天也放生了 后就好了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就好了 真的感恩 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2019年5月 我参加了新加坡法会 许愿要戒掉抽了四十几年的烟 在许愿前几个月 师兄梦到我会生肺癌 梦中清楚地说 一定要戒烟 许大愿才有救 怎么可能 在学佛前 一天两包 烟不离手 饭后一支烟 赛过活神仙 交际应酬 哪里少得了 后来听师兄说 许愿后 菩萨保佑 很容易戒掉 想想 小命要尽 许愿吧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怎么觉得烟很臭 老烟民 浑身更是臭不可闻 别人递过来的烟 不再有吸引力 说我戒烟了 不抽了 没人相信 还故意再发给我 许愿后一年 费上查出一颗结结 但我早有准备 提前许的一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已经烧送得差不多 查出来后 又用三大法宝 继续忏悔宵夜 三个月后复查 结结已盖化 佛法法力无边 信者得度 我家邻居 差不多年纪 医生劝他要戒烟戒酒 有一次心肌梗塞 差一点要了小命 出院后逢人就讲 他要戒烟戒酒 要听医生的话 没几个月 又开始抽烟喝酒 全家没人能劝得了 他说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可悲可叹 是菩萨救了我 是佛法改变了我 现在我每天学佛念经 念白话佛法 经常放生 生活得很充实 忙得不亦乐乎 佛法把我变成了一个居家好男人 计较少了 家庭和睦 学佛真好 感恩菩萨保佑 感恩师父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观世音菩萨慈悲救我 死里逃生 我今年56岁大观 今年过年那几天吃不下饭 一吃东西就吐 全身没力气 腊月28晚上没睡好 整夜就吐 第二天腊月29 老公把我送进医院检查 医生要求我马上住院治疗 当地医院的医生 跟我的家人说 我可能是结肠癌 叫我到上级医院去治疗 正月初九 到了省城医院检查 说我是恶性肿瘤 必须马上手术 这个时候 我就跟师兄们说了我的情况 当天请师兄带我放生 一千二百条鱼 进院第五天就手术了 手术当天 师兄们为我放生 祝念 手术途中 医生通知等候的家人 我的小肠 被一层东西紧紧抱住 看不到小肠 我的病灶就在里面 医生只有把那一层 用手术刀割开 才能切除病根 这个时候 主刀医生打开我的肚子 惊呆了 他从医二十几年 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唯独他的老师 医生只见过两例 都比我症状轻 医生再一次要求家属签字 我老公吓哭了 医生说 现在就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不动肚子里的东西 把伤口缝好 打几天消炎针就回家 等待发展 再一种情况就是割开 在割开的过程中 肯定会割到其他地方 如果割到的地方多 就要全切掉 这个风险很大 最终老公还是签了字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医生继续手术 在手术的过程中 伤到的刚好是要切除的部分 其他的地方完好 七个小时的手术 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 真是太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了 出手术室 医生对我的家人说 老天保佑 一切顺利 在医院住了七天 同我一起手术当天有九个人 医生说 我恢复得最好 2月16日出院了 我2023年3月6日去复查 我的癌细胞 从每升78.99NG降下来了 只有每毫升9.21NG 正常值是5 我这时才知道 我差不多好了 没有癌细胞了 医生也没有叫我开药 只叫我注意休息 恢复健康 我现在正在恢复中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慈悲救我 感恩何时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今天 替一位新师兄 分享他 学习心灵法门后的变化 同修说 他念经后 头痛得很少 他之前头痛得很厉害 今年 头才痛一次 基本上 没怎么疼了 他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感恩身边所有人 他的头 现在好很多 他还讲 他的头 真的没有像以前 痛得那么平凡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引荐他 学习心灵法门的师兄们 以上分享 来自对方发送的文字 分享结束 如果 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 不让师兄们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末法时期如何分辨正邪 上 一 末法时期邪剑 邪法 有何特征 一 任何自创一套 自成一派的做法 有违尊师重道 依教奉行 如履履薄冰 一教奉行 不确定的做法 要咨询东方台秘书处 选自 2016年5月22日 悬疑问答 你们以后要听话 努力薄冰 如果要想出什么新的话 要 要报到东方电台来 师父要省月的 可以做不可以做 修心就是要学会 老实修心 听话努力 尊师重道 自搞一套 最后必定是害人害己 所以佛法讲的戒定会 其实就是戒靠自己手 定靠师父教 会靠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在学佛当中 以凡夫之心做菩萨之事 最后一定会伤害自己的会命 尊师重道最重要 共高我慢惹人笑 降伏忘心自己调 脱离轮回菩萨交 选自 2021年 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谨言慎行 2021年6月1日 当一个人只有外行修 没有内行修 实际上 这个人内行也会全荒废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一个人 只知道外面表面的 做一些修行的行为 而内在的内行 没有去真正的修行 所以 这个人只会产生 共高我慢 骄傲 因为他不懂得 真正学佛的人 是靠内心修为的 外表讲出来一套一套 学佛道理 一套又一套 没有用的 念经做给人家看 做善事 做好事 又要得到一些像 当你着相之后 你的外形和内功全荒啊 所以 我们不能以功力为德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了一点功德 就到处去讲 我有功德啊 我帮助了他 我做了多少善事啊 我很像菩萨啊 这样你的功德就有损 这样你的功德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 真正学佛的人 要懂得不着相 不要以自立 功力 名利 来成为自己道德上的一种负担 选自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二册第十八篇 学佛人自立立他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如果一个人任凭着这张网摆布 不知道如何斩断沉思 那么累世中 还了旧债 惹心债 越积越多 最后 只能在尘世中沉浮 随波逐流 饱受命运之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